騎在馬路上還是騎? 騎在路口 當時就正常在等紅綠燈 然後那個焦點就跟我說 這個車就是完全不能上道路的 京鳳來到做車行 看到人客客入車 因為電動滑板車的輪車在理論到底是怎樣 我當時問你這個車應該開哪條道路 你跟我說是非常開自行車道 自行車道日散有都被騎 你不要交通圍規警察 因為我沒有正通圍規 但是那個警察跟我說 這個車就完全不可以上道路 我不知道他現在用了五個小時 只要我把錢都全退給他 我是說沒有辦法 這個紅綠燈是中國來 他自己一個人來台灣寬島出頭 在理你中島去花蓮一間造車行 因為他好像有中國的家教 我們台灣是沒有生臨 所以他只能當作不用家教的電動滑板車 但是他說 入車明明跟他說 可以站在林鄉到自行車道 但是他才被警察抓到 他就跟我說 人間道跟那個資金遲到 都是可以開的 牙金他是退了 但是無害他只能退我250塊 本身他明知道這個東西是違法的 他還要付給我 萬一我在路上出現了一些交通事故 怎樣 那我的損失還有受傷都會很嚴重 王少爺當時是 一天五百塊的造金到八千塊的阿金 雖然警察沒有開紅燈 但是做五點前 要求入車要拿五分之十的造金 老闆不接受 又跟他說 中南北看著你這種無利的客戶 讓他很不開心 這種電動滑板車還有電動獨輪車 這種自立型的這個個人行動器具 它是要依照法令規定使得上路 業者沒有進到這個告知 那這時候消費者就可以主張這個解除契約 請求返還租金 消費者如果因此受傷的話 那甚至業者甚至可以向業者主張懲罰性的賠償 根據規定 電動滑板車不可以騎出去來 入車應該跟客戶說清楚 不要發生不必要的求婚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